嗨,大家好,我是容儿 今天咱们用白菜来做一道好吃的 换个新鲜吃法,颜值高,味道好 而且寓意也非常美好 可以直接端上桌当年菜了 先准备一碗糯米 我这里一共是300克 淘洗干净后再加清水 提前泡4个小时 也可以前一天晚上泡好后第二天用 再来一把香菇 大约是30克 加温水泡发 糯米泡好,吸足了水分 先倒出来沥干水分 接着直接上锅蒸 倒入蒸笼中用筷子扑散 盖上盖子,大火蒸30分钟 用糯米的时间我们来准备其他食材 先来处理白菜 把叶子都掰成一片一片的 接着把白菜叶子和果分为二 等一下我们只用叶子部分 锅里水开后先加一滴油 然后把白菜叶子放进来焯水10秒 焯软就可以了 倒出来后迅速的过一下凉水 和叶子降温以后再捞出来 控干水分备用 然后再准备一把芹菜梗 加锅里面烫一烫后 也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然后和白菜放一起备用 接着我们准备一个胡萝卜和一个土豆 尖把皮削掉 再改刀切小块 直接夹到料理机里面来 再把泡好的香菇也加进来 夹成小颗粒就可以了 盛出来后再搅点猪肉 加几片生姜一起搅成肉末 最后再准备两把玉米粒 这时候的糯米饭也真熟了 煮火后我们用筷子挑起来看一下 软软糯糯的没有夹生就好了 取出来后先倒入碗中 用筷子挑散后晾凉 接着起锅热油 先炒肉末 肉末炒至变色后 加一勺皱斑酱炒出红油 然后加葱姜蒜倒香 接着把胡萝卜 土豆 香菇和玉米粒 都加进来一起翻炒 炒至断生后 把糯米饭也倒进来 炒匀炒散 不是一坨一坨的就可以 然后加一勺盐 一勺胡椒粉 一勺生抽 半勺老抽 一勺蚝油 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了 盛出来后先装到碗里 稍微的凉一凉后开始裂 先抓一把糯米饭 开始团成一个圆球 大小根据白菜叶子大小来定 只要白菜叶子能包下就好 全部团好后就可以开始包了 一片白菜一个圆球 用虎口携碗里面挤一挤 挤成下面大 上面小的葫芦形状 这时候再用芹菜梗记一下 可爱的布袋造型就做好啦 看起来就特别的想尝一口 不过现在还没有完全熟 全部包起来 煎好后再次放入蒸笼中 水开后大火六分钟就可以了 出锅就可以开灯啦 哇哦真的好香啊 看起来就像布袋 吃起来像烧麦 口感鲜香软弱 搭配白菜叶 吃起来更清爽不油腻 白菜寓以百财 布袋寓意福袋 寓意非常的美好 用来做粘菜实在合适不过啦 好看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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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